Hello 大家好 我是穆sir 今天繼續跟大家講一些 關於外交的小故事 大家都知道 剛剛好像 我們外交部發言人 耿爽宣佈離職 好像你很喜歡他 是呀 我覺得他很棒 我們看到很多 他的外交發言 其實都非常值得我們重溫 可以大家一齊看看 如果有人說中國製造有毒 那麼請說這種話的人 不要戴中國製造的盒子 不要穿中國生產的防護服 不要用中國製造的衣服 不要用中國製造的衣服 你們兩個人才能用 如果美方像自己聲稱的那樣 相信自己制度的優越性 相信西方的民主自由 終將取得勝利 那麼為什麼 懼怕中國共產黨 懼怕中國的民主 我們希望 美方能夠認真 嘗試一下自己的所謂的 那些修徒 就要持續攜帶 一起形態 先見的政治力 好啦 其實在我們說這些外交小故事之前 大家都知道 這個外交部發言人的角色 其實他的出鏡的曝光率 是不下於我們的國家領導人 其實這個外交部發言的制度是怎麼來的呢 其實在新中國成立之前 首先由外交部開始說起 外交部其實是一個很現代化近代的產物 一開始 中國近代第一個叫外交部的東西 應該是清朝晚清時期 在洋務運動的時候 當時的一個叫做 總理各國事務衙門 很難答 總理各國事務衙門 他當時是負責推動一些洋務運動 以及去聯絡西方各國的一些事務 其實在新中國建立之後 當然我們有外交部 當時還沒有外交部發言人的制度 不過我們的外交部部長 第一任就是我們的總理兼任 哦 周恩來 對 沒錯 周恩來在外交上面 都有很多有趣的小故事 我們之後再跟大家分享 而外交部的發言人的制度 其實是在很後期才發生的 當時有一個契機 契機是什麼呢 就是去到改革開放之後 我們國家開始和全世界超過120個其他國家 開始建交 亦都更加多的參與國際事務 在聯合國當中已經恢復了一個常任理事國的席位 所以很多外國的記者 或者他們都很想了解 究竟中國在國際事務上的一些立場 或者看法 當時在83年的時候 正直中蘇關係開始恢復緩和的跡象的時候 發生一件事件 在1983年的3月 當時蘇聯的領導人 撥裂日旭夫 發表了一個重要講話 當時鄧小平 就是我們的領導人 他就希望我們外交部可以發出一個回應 於是過了兩天之後 我們就正式開了第一場我們外交部的發言會 當時就是我們的外交部的新聞司司長 就是前期深發表了七分鐘的講話 而那個講話 亦都可以作為我們外交部發言人制度奠定第一次的嘗試 之後我們就開始實行外交部發言人制度 開始的時候是每個禮拜一次的 而且那次還要是指講解 就不及提問的 那些記者就留在這裏 就聽完就算了 那麼去到1983年9月份開始 就每個月的第一次的記者會 就開始接受提問 而去到1988年開始 就每一次的記者會 都是接受提問了 但是都依然是保持著一個禮拜一次的 那麼去到1995年的時候 就正式把這個提問 和這個發問的次數就放開 變成就是所有記者都可以在這個發言會當中 是可以提問 亦都沒有限次數 直至你沒有問題為止 這個記者會才結束 那麼所以呢 歷史上最長的一次這個外交部的這個發言會 當時是開了2小時40分鐘的 嗯 很多問題 是的 那一次應該是1999年的時候 即是未踏入2000年之前 那麼踏入2000年之後 這個外交部的這個發言人這個制度 亦都開始與時並進 除了在當時的這個會上發問 即是可以接受這個外國記者發問之外 更加是開設了電話和傳真 甚至有24小時的手機直班服務 即是當你有什麼問題 你都可以撥打這個 即是那些記者都可以撥打這個 外交部發言人的這個直班電話 去查詢 中國對於這些事件 局際事件當中的一些看法 即是有人在這裡24小時服務 是的 即是說那三位我們同一時間 正常有三位外交部發言人 當然他背後還有一個很龐大的團隊 他們會作為這個手機直班去聽電話 現在大家知道外交部的新聞司司長 亦都是其中一位外交部發言人 就是華姐 華春瑩 是的 沒錯 我也很喜歡他 是的 六月美國國會眾議院議長佩洛西 居然公開宣稱 發生在香港的示威遊行 是一道美麗的風景線 我們希望這樣的風景線 在美國越多越好 如果有句很網紅的話 叫做做人不能太美國了 相信大家的感受和我都一樣 美國任性狂妄自私自立 希望美方有些人能夠深刻的反省一下 那另外一位呢 就剛剛離職了 就是阿耿爽 還有一位呢 就是趙立堅 是的 那麼 去到2011年的時候 9月份開始 這個外交部的發言制度 發言人制度 更加是將本身是 每個禮拜是兩次的這個會議 變成是每一個工作日都會開會 都會開這個記者會 其實這個是繼美國之後 第二個國家 是殺人這個制度 就是每一天都會有這個記者招待會 去公佈一些政府的立場 那麼可以見到 隨著國家的國力強盛 那麼很多人 就是更加多世界各國的人 都很想去了解 我們中國對於一些國際事務的看法 那麼這個當然是現在的情況 那麼但是呢 有句說話呢 在三國演義裡面 諸葛亮都說過了 就是 是約國蒙外交 那麼 但是這句說話呢 在我們今時今日 當然在中國身上很難看 但是呢 回想回 大概一百年前多一點的時候呢 我們的確呢 是面對著這個 約國蒙外交的問題 那麼 知道1919年的時候 巴黎和會召開呢 就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打完之後呢 中國呢 當時呢 是作為一個戰勝國的身份 去參與這一場的和會 但是呢 原來呢 我們的代表呢 只有兩個位而已 而當時日本是有五個席位的 在這個代表上面 那麼 而當時我們只是非常之卑微地要求呢 是拿回我們 原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當中 被德國搶走的 山東 山東主權 那麼 但是當時在這個巴黎和會當中呢 美國人呢 就將這個 就是山東的主權呢 就轉手交了給日本 就說日本是比較接近 那所以呢 他就拿了我們山東主權 那麼這些這樣的喪權辱國的事件呢 除了在巴黎和會之外呢 在我們民國時期呢 當時也有一位外交部部長呢 叫做蔣廷弗 那這個蔣廷弗呢 他的英文是說得非常之好的 在這個外交場合當中 大家都知道啦 作為一個外交系統的人員呢 懂得外語很重要的嘛 雖然他們通常在自己 就是大家看到在那些 我們記者會上面一定是說 普通話的 都會有即時的傳譯 是的 即時的傳譯啦 但是其實那些外交人員 基本上他們不需要傳譯 都知道那些外國記者用英文 問些什麼 那當時這位蔣廷弗呢 英文說得非常之好 但相對之下呢 日本的外交部部長呢 英文是說得不什麼那過啦 那但是呢 那些言詞也很粗皮啦 但是非常之受到國際的關注 那當時的美國總統呢 羅斯福呢 就很欣賞 我們當時民國時期的這位外交部部長 但是呢 他又說了一句治理名言 就是說 你的英文說得非常之好 不過你的國家實在太弱了 那所以呢 其實呢 若國無外交這個說話呢 我們見得到在我們古代 即不是古代 即是近代的中國時候 都非常之明顯了 那麼去到呢 外交上面有什麼故事 在2018年的時候呢 相信大家都可能見過這幅圖的了 那這幅圖的這位主人物呢 就是當時敘利亞在聯合國的大使啦 那因為2018年的時候發生什麼事呢 就是英美各國呢 就說敘利亞政府軍呢 就利用這個化學武器去攻擊這個 反對軍的人物啦 那於是呢 就希望展開這個制裁和軍事行動 那當時這一位 敘利亞的聯合國大使呢 你見到他是頭呆呆的樣子 原因是什麼呢 就是他在整個聯合國的發表的延遲的時候呢 當時制裁他那兩個國家呢 英國和美國呢 在他未開始說話之前呢 就已經離開會場了 根本上當他沒有到啦 那所以最後的結果呢 當然他在聯合國沒有批准之下呢 英美呢 是私底下呢 即是私自呢 就展開這個軍事行動啦 那空襲這個敘利亞啦 那所以呢 那所以呢 大家見到呢 這個若國無外交的例子呢 就是無論是中國古今中外呢 其實都見到的 今時今日為什麼呢 阿耿爽離職 聽聞他可能準備會去聯合國 就是中國的代表團當中的任職啦 大家為什麼這麼關注 耿爽離職的這個新聞呢 其實都不外乎是因為呢 因為中國越來越強大 所以他每換一個發言人呢 都會引起世界的關注啦 但是如果你可能好像 敘利亞那樣 你換一個外交部大使 可能都沒有人會理你 是啊 而且呢 我們現在外交部 除了用自己 大家 國內的微信啦 微博之外呢 他們的 Twitter呢 都是非常之受到關注的 那這個都無疑是 我們中國外交上面 一個越來越厲害的一個 影響力啦 那今集呢 關於外交的小故事呢 就講到這裡 那下次再用大家分享 其他有趣的歷史 掰掰 掰掰 我們下次再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